来看一下双方第四节的比赛 新疆队继续领先 这是农眉哥 我的天农眉哥 这个翻身后仰真的很强啊 登比的农眉哥不太行啊 C比的农眉哥起来了 以色列一个三分没进 新疆队再次拿到篮板 直接 这球穿的漂亮啊 直接通过 可惜这球新疆队传的好 看比赛列又要自己突 漂亮 上海队还是没有配合 选靠外援自己瞎打 可以多给点 这球小抛头 差点又打到篮板 看上海队能不能将分叉 给磨小 又给到比斯利 面对农眉哥 又是直接投 又接 比斯利连得四分 可以 不愧是曾经的榜眼 法尔终于要上场了 法尔终于要上场了 法尔已经歇了好长时间了 这段时间农眉哥打得非常不错 比赛 比赛继续 看下新疆队这个突破进来了 漂亮 一个时间差 直接打进 继续扩大分差 十一分 比斯利继续持球 借往这里挡拆 这球可以给到底脚 脚钉已经出机会了 瞎打 三打一 三打一 这球 朱玉航 这球可以给 可以给一个 比较严重的犯规 看这球有回放吗 直接把 朱玉航给撂倒了 裁判在商量 看给什么裁判 打手犯规 发了两次 正常犯规 犯规 朱玉航 有挑衅行为 法尔也是在中间 做那什么 双方一触即发 朱玉航 曾经打山东队 不是打广东队 特别 特别起劲 现在面对李尊江指导带领的上海南篮 依旧很起劲 像比斯利 分差越来越大 比斯利被换下 又换下小外园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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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颜军 裁判颜军在跟李淑娘 沟通 看李淑娘 上海九字队 柳冠军 刚才上海队失误 王热连笑了 站在丁岸宇航挺无语 新疆队又空了 麒麟 漂亮 穩穩命中三分 分差又来到了13分 上海队这场比赛 如果再这样可能要交代了 漂亮啊 这动作 劈耍了一下法尔 快速过半场 新疆队的法尔还没落到阵地 动作又开始升级了 好 看给不给 给到 漂亮 这球没进 漂亮啊 吹犯规 厉害呀 王哲林又是跟裁判说了一下 什么情况 看这又回报 有犯规吗 去了王哲林 发球 新疆队又换人 新疆队今天可以啊 命中分差继续扩大 我这小伙子四头四中 十四分分张 这是 漂亮给到大V 没进 因为这个胡顶球没有进 对 对 金江队 看 注意动作 果然是 这个进攻换归 弄梅哥也是激眼了 看这球 看这球 这球 这球又有些假拽 来 接队球 转换球拳 转换球拳 没有 接队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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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掩护 这队球 厉害呀 这么高还能把中心降这么低 再要 这球不给吗 又是队球 新疆队24号虾头 反而已经要位半天了 看再 再说 要了好几次球 不给 已经卡到位置了 好 对